嘘,请保持安静,这是你能活下来的唯一办法,毕竟它在时刻盯着你,可这些神秘怪物从何而来呢? 那就要从几天前的纽约讲起,纽约,可谓是世界风向标,这座充满嘈杂与活力的城市,其平均噪音水平高达90分贝,类似于持续性尖叫,但有人躲开了这份喧嚣。 女主萨姆,不幸身患绝症,她如今栖身于郊外养老院中,财产只有一只可爱猫猫佛罗多,而护工卢本在照看她,可这里是临终病人养老院,自然是死气沉沉,萨姆在这里,生活得并不开心,这天,卢本看出她心烦意乱,为了逗萨姆开心,便邀请她,半个小时后去看场电影,萨姆习惯性回怼,那时候没准咱们已经死了,但看在每位披萨的面子上,萨姆勉为其难地答应了邀请, 她回屋做好出行准备,换好特用止痛贴,戴上MP3和猫猫佛罗多,她满怀憧憬的,踏上了前往市区的旅程,她透过车窗,观察这个繁华都市,尽管表面上故作坚强,萨姆仍是一位渴望热闹的年轻人,很快,大巴车就抵达剧院,今日的剧目是木偶戏,所以剧场孩子格外多,佛罗多还吸引到一个小男孩,表演很快就开始了。 可这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表演,深深刺伤了,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萨姆,他抱着佛罗多,从后门狼狈离开,可门后又是另一种繁华,这里是纽约唐人街,萨姆没有到处乱跑,他来到一家华人小商店,门外警车呼啸而至,萨姆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自有美丽间,枪战每一天,可鲁本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告知他城市发生变故,他们必须立刻返回疗养院, 卢本委婉表示,我们改天再吃披萨,但萨姆深知,自己没有多少个改日,可能下一分钟下一秒,自己就会和世界说再见,但卢本态度很坚决,他还要回去,照顾养老院的老人,最后萨姆做出让步,答应晚上叫披萨外卖,然后不情不愿地走上大巴车,街道上,警笛声此起彼伏,萨姆靠在车窗上,眼睛呆呆地看向窗外,突然大巴停了下来,病友们都挤在车后箱,纷纷抬头看向天空。 当他从一片灰烬中走出时,热闹的唐人街,如今一片死寂,浓烟弥漫在街道上,视线被完全阻隔,根本看不清远处的东西,可萨姆却亲眼看见,男人被拖入迷雾中,就连士兵也被拖走,他连忙躲在车后,终于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热烈的爆炸冲击波,将萨姆击晕过去,等他在剧场醒来时,立刻被人紧紧捂住嘴巴,那人示意萨姆保持安静,然后才慢慢松开手,幸存者都躲在木偶剧场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发,气氛格外压抑,令人窒息。 就在这时,萨姆发现了角落里的卢本,两人无声地拥抱,感恩彼此的生患,卢本将佛罗多归还给萨姆,此时,空中划过一架飞机,巨大的螺旋桨声从头顶传来,紧接着,引来怪物落到剧院顶棚,佛罗多受惊,挣脱萨姆的怀抱。 他和卢本急忙追向后门,地上散落着各种杂物,而怪物就在剧院门外走动,两人不敢再向前一步,生怕发出钉点声响,招来怪物攻击,他们紧张地盯着佛罗多,意外还是发生了。 萨姆抱着佛罗多,眼中泛起泪花,可还是不敢发出声响,而怪物在一步步逼近,卢本没有时间起身,眼看怪物已经来到他面前, 就在这危急时刻,广播中的飞机再次掠过,怪物即刻追出门外,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碰撞声,渐渐又归于一片寂静,萨姆躲进洗手间,将水龙头开至最小,用湿手帕擦去满脸的灰尘,他身上的止痛贴已经失效,疼痛感愈发强烈,萨姆再次回到剧院里,有人戴着耳机,收听无线电,在纸上记录下已经沦陷的区域,整个地球仪被贴满了纸条,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了,突然,外面再次传来 众人跑到楼顶确认情况,这座繁华都市,已经满目疮痍,火光肆虐,炮火纷飞,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纽约逐渐变成废墟,人类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男人无法接受这一切,他绝望地喊出声来,老者紧紧捂住他的嘴,可根本无法阻止他,情急之下,老人用尽过猛,不小心杀死了男人,老人只得轻声说着对不起,如若不然,大家都要死,萨姆两人回到房间内, 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他在纸上写着,要去哈林区吃披萨,这是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了,卢本还是拒绝了,但剧院内灯光突然熄灭,四周陷入一片漆黑,紧接着,应急发电机启动,发出了巨大响声,卢本立刻冲出去,紧急关闭发电机,可没等萨姆缓过神来,卢本衣物就被机器撕开,下一秒,他被那怪物残忍掳走,萨姆紧捂住嘴巴, 生怕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就算好有遇害,他也不能痛哭一场,萨姆望着本子上的字,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去哈林区买块披萨,萨姆小心翼翼地,走过满是杂物的地面,到着猫咪走出了木偶剧院,外面已经变成了废墟,街道上空无一人,他再次来到那家商店,拿了一些生活必需品,随后,牵着佛罗多踏上旅程, 为了不发出声音,他用毛衣包裹着罐头,然后轻轻打开,喂给佛罗多,萨姆发现,有两个小孩躲在喷泉里边,立刻将身上的食物分给他们,这时,几架飞机掠过天际,指引民众,前往南街码头乘船撤离,因为袭击者无法游泳,他们可以在海上,找到避难所,萨姆示意孩子们保持安静,跟在自己后边,他们赶紧躲在楼梯道里,飞机带来的巨大噪音,再次让怪物们进入捕食状态, 四周的嘈杂声渐渐消散了,萨姆想看看情况 等声音完全消失后,他们才小心翼翼的,朝着码头进发,其余听到广播的幸存者,也纷纷涌上街头,一会儿便形成巨大人流,但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音,实在是太过压抑,萨姆让孩子们跟随大部队,自己却逆流而上,继续去哈林区寻找披萨 在这种大量聚集人群,都处于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集体失控的现象,就像古时所说的营销,但最不想看到的画面,还是出现了 怪物突然出现在街头,有人发出了尖叫声,一时激起千层浪,这瞬间引发了人群的恐慌,他们互相推荡争相逃命,萨姆被撞倒在地上,佛罗多趁机逃走,为了避免被恐慌的人群踩死,他连忙抱着头蜷缩身子,而怪物正在肆意享受着杀戮,萨姆找到机会,直接钻入车底,耳边近是人类的惨叫声,他低着头,试图平复呼吸, 却被人抓住脚踝,男人还是被怪物抓走,而萨姆的脚,也被汽车卡住,他用尽全力,抽出被卡住的脚,钻出了车底,一瘸一拐格在大街上逃命,最后躲进一条堆满垃圾的小巷,而逃走的佛罗多,竟在大街上追捕老鼠,直到老鼠逃入下水道,佛罗多便跑去积水潭喝水,水中却意外钻出一个西装男,他大口大口呼吸着氧气,佛罗多仔细打量着这位男士,看起来,猫主子挺喜欢这只两脚兽, 还把他带到萨姆身边,萨姆示意他向男走,但西装男却跟在他身后,尽管萨姆多次驱赶,男人还是不肯离开,天空下起了雨,隐隐有雷声传来,萨姆联想起,那两个躲在喷泉的小孩,他们还平安度过了一夜,所以萨姆猜测,怪物对水有些畏惧,那么下雨天,就可以小声交流,于是他小声询问男人姓名,为何不前往南街码头,他自称名叫埃里克,萨姆对他说,码头有船,可以撤离到安全地方, 他没有必要跟着自己,埃里克犹豫再三,还是不想自己单独行动,萨姆无奈之下,将埃里克带回他曾居住的公寓,屋外电闪雷鸣,刚好为他们拓门做了掩护,萨姆进屋后,立刻在抽屉寻找药品,此时,他浑身的肌肉像在灼烧一般,他还询问埃里克,是否担心家人的安危,他不想回家看看吗? 男人却说,父母远在英国肯特郡,他为了成为律师,才来到纽约,萨姆再次重申,他必须离开城市到海边,才能获得一线生机,他要去哈林区购买披萨,男人很吃惊,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了,哪里会有披萨? 但萨姆觉得,那里一定有没卖完的披萨,埃里克转询问他,我能跟你一块去吗?萨姆将日记本地给他,上面是他写下的倒计时,他让埃里克不要犯傻,无论怪物出没出现,他都已经时日无多了,就在此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萨姆借着雷声放声大喊,埃里克也照做,将这些天的痛苦宣泄出来,次日一大早,埃里克还在熟睡,萨姆继续踏上路途,但只带上了佛罗多, 他从水流中捡起一本小说,索性坐在书店门口翻看起来,但佛罗多却紧盯着他身后,萨姆心中一凉,以为怪物在自己背后,却是埃里克追上来了,他将日记本还给萨姆,表示自己跟定他了,萨姆真拿他没办法,但在收拾东西时,碰到了旁边的书架,两人立刻把腿跑向一栋大楼,可旋转门被杂物卡住,埃里克用尽全力, 两人即刻冲向大楼内部,怪物一招乌鸦坐飞机,便砸进大楼内,萨姆与埃里克只好再次跑到宽阔的大街上,埃里克用石头砸碎玻璃,汽车警笛声,转移了怪物注意力,两人赶紧逃入地铁站,可还是有只怪物,顺着电梯摸了下来,他们赶紧退入逃生通道,幸运的是,隧道里面有积水, 这些怪物对水很失畏惧,而且不善游泳,因此两人决定,沿着这条水路逃生,埃里克手电筒无意间照向头顶,破洞处,竟然躲藏着一只怪物,萨姆移开照向怪物的光源,然后顺着湍急的水流继续前进,水越来越深,埃里克幽臂恐惧症发作了,他大口大口呼吸着,不由地发出了声音,立马惊动了头顶的怪物,萨姆赶紧安抚他。 他们立刻往深处游去,顶棚怪物还在不断接近两人,千军一发之际,两人迅速钻进水中,而跟着他们进入水中的怪物,很快就被淹死,他们游到水路尽头,顺着洞穴爬了出去,竟然来到一座教堂,先前激烈的逃命之旅,耗尽了萨姆为数不多的体力,他躺在椅子上气喘吁吁,埃里克询问他,需要什么药品,然后带着清单,孤身来到外面,他穿过废墟,来到一家药店,埃里克借住手, 酒店对着清单,在货架上仔细寻找,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埃里克被吓了一机灵,结果却是猫咪佛罗多,好在是虚惊一场,他找到所有药品后,正要带着佛罗多回到萨姆身边,猫咪却不知被什么气味吸引住,静止钻入一个狭窄的铁架中,埃里克倍感无奈,却只能跟着钻进铁架,因为他看得出来,猫咪几乎是萨姆的命根子,他来到宽阔地后,发现佛罗多在舔尸不明物体,埃里克正要抓住他, 出现在这里,埃里克即刻躲在架子后,他看着佛罗多爬上高处,自己也小心翼翼爬了上去,他再次打亮四周,只见地上堆满了许多奇异物体,好似是怪物的秘密食堂,那只怪物掰开一个球状物,发出了奇异呼叫声,其余怪物们闻声而来,共同享受这顿盛宴,埃里克试图悄无声息的,从铁架上离开,不想怪物出现在男人脸上,对着他张开了大嘴,埃里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怪物没有发现异常,便离开了铁架上离开,不想怪 埃里克紧紧抱住佛罗多,眼睛里已满是泪水,他平复心情后,就回到了萨姆身边,为他贴上了止痛贴,萨姆知道,这一趟肯定非常不易,他被男人的真诚彻底打动,对他敞开了心扉,父亲钢琴弹得很出色,小时候,自己常去俱乐部看他演奏,每次演出结束后,父亲都会带他去吃披萨,不过父亲早已去世,马上他也要死了 第二天一早,两人再次出发,终于来到了哈林区的帕奇披萨店,可店铺已经被炸毁,萨姆希望破碎,无助地靠在埃里克肩头上,埃里克不想让萨姆失望,便带他进入旁边的爵士俱乐部 他自己则跑上街头,找到了另一家披萨店,将一份披萨带到萨姆面前,虽然不是儿时的味道,但萨姆还是很开心,两人坐在一起,分享着一大份披萨,佛罗多也偷吃了一块 埃里克看到桌上有扑克牌,便想着为萨姆表演魔术,这场表演就像一部默片,无声但非常精彩,演出者十分尽兴,观众也看得很开心 表演完美结束后,他们爬上楼顶阳台,发现不远处就是港口,甚至有船只经过,萨姆意识到,分别的时刻到来了 他将自己的外套递给埃里克,几人抱着小猫赶往码头,但想要逃命并不简单,码头附近聚集着大量怪物 萨姆低头,与怀中的佛罗多告别,将他塞给埃里克,男人也明白他的意图 悲伤之情溢于言表,萨姆示意埃里克快跑,然后拿起铁棍,不断触发汽车警报 噪音瞬间就将怪物吸引过去,码头也变得十分混乱 船上的人见状,意识到岸上有幸存者,马上让船停下,埃里克抱着猫咪,火速冲向码头 怪物们紧跟在身后,追上了大桥,危急关头,埃里克纵身一跃 躲进水中,怪物们无法进一步追击,萨姆看到埃里克顺利逃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埃里克和佛罗多成功登上轮船,男人从口袋中摸出一张纸条 是萨姆让他照顾好佛罗多,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最后让他仔细聆听 而萨姆则回到爵士俱乐部,抚摸着父亲照片 之后,他提着音响走上街头,将歌声带给了纽约 影片到此结束,本篇没有着重描写,外星人如何入侵地球 或者怪物对民众的血腥杀戮,而是在细细描绘人类情感 当世界末日降临时,时日无多的女主,只想再次重温与父亲的美好时光 于是,一猫一人溺着人流,踏上这场死亡之旅 直到遇上男主埃里克,在他的帮助下 女主完成了遗愿,而他也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埃里克 最后在街头上响起的歌声,代表萨姆,代表埃里克 代表全人类,面对浩劫或者灾难时,永远不会屈服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战胜一切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